我们看215页的自我学习 在这一边他说下图显示 维权 画的KLMM的长方形 脚Q的名称 脚Q就是直角 直角 OK 脚Q是直角 直角是几度呢 直角是90度 OK 他其实是90度 好在这一边 这个其实是90度 OK 直角90度 然后他在这边说 哪些直线互相平行 哪些直线互相 垂直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有互相平行的 互相平行的呢 他在这一边有两配是互相平行的 那两配呢 就是这个 KN 和 和这一个 什么 LM 是互相平行的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互相平行的呢 他就有 这一边我写过来 这一个互相平行的 他有 KN KN 与 那个LM 这个是第一配 KMLM 然后他还有什么呢 他有KL 与 那个 NN 是互相平行的 所以他总共有两配互相平行 在这一边 这一个 KL KL 这个NN 他也是互相平行的 然后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的 垂直 互相平行 然后互相垂直的呢 互相垂直的情况之下就是啊 他互相之间呢是有 主程度的 所以互相垂直的呢他就有 KL 与KN OK 所以这一个是 呃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他是 KL 然后 与 那一个 KN 他们互相垂直 然后还有KL 与 那一个 LM 然后过后呢我们还有 还有MM 然后与 那个 KN 然后还有MM 与 那个LM OK 所以他就是 K N KL KLKN KLLN 然后 MMKM MMLM 这四派 都是互相垂直 然后接着全图的周长是38C KL的长度是多少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这一个 是位置数 你给它是 X 位置数 这个是3 这边也是X 你这一个跟这个一样 这个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我们之前有学过位置数了吗 所以我两个 X 加 两个3 OK或者是我在这边我有 X 加3 加 X 加3 等于38 所以我两个X 加6 等于38 所以我两个X 等于 那一个 38.6 等于32 OK 等于32 所以我的 X呢 两个X是32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32 除以2 那我拿到是16 CN 所以我的X等于16CN 然后有一些老师就在那边讲 哎 不能 小学的时候他们没有学X的 OK 可是 谁说小学里面不是有学位置数吗 你用框来代替 两个框 框加3 加框加3 然后这个用框来代替 框 然后就两个框加6 等于38 两个框等于32 这样一个框会是等于16 所以这个框会是等于16 然后接着 我在这一边才要的是KL的长度 所以我现在 我KL我拿到16了 我要检查答案了 OK 我要检查答案了 所以我的KL这边我等于16的时候 等于16的时候 这样他的周长会是等于多少 两个16 所以我现在在这一边我要check 所以我的那个周长 会是等于16加3加16加3 然后拿到是38 CM 对了 所以我这边有16加3加16加3 然后他等于38 OK 所以两个X加6等于38 加把它帮过来变成减 然后 乘帮过去变成除 然后拿到是16 所以这就是他的答案了 嗯 好在这一边呢 我有 这一个 两个 X等于32的时候 我把 我把 X2除过来 其实我除了 用把 X除过来这种方式呢 我还有另一种方式 是这样的 你就行一下 假设 我有2 2杯水 等于RM 10的话 这样一杯水多少钱 这样一杯水 同样的水啊 会是等于RM 5能两杯同样的水吗 因为我在这一边我除2 除2 2除2 就剩下1 然后这个除2 他剩下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我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写的 我不用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写 也是可以的 我能够做的事情是 我的这一个东西呢 我右 左边 除2 右边也除2 越越 然后他在这边 越 16 所以我的这个X等于16 就是这样 这样也是可以